OK啦!沒問題啦!什麼什麼敏感的字句啦! 不會啦!應該很快會簽,因為這個禮拜都在放假 對對對! 因為沒有進度嘛! 沒有進度嘛!其實早就在他們國慶節之前早就談好了 對不對?那現在什麼時候簽? 這是我們馬先生拍板決定的 你們想不到嗎?想不到啊! 這是我們馬191要決定的事情 對啊!你記不記得我們曾經講過 MOU就是前兩個月我們才在這個節目當中提到的 MOU之所以還有最後一個關鍵,那個關鍵在哪裡? 就是人民幣的匯兌結算 現在你都可以直接到台灣來了 那也說明就OK了!沒有問題了! 對不對?那MOU是不是快簽了? 我的評估是快則這個月底 慢的話下個月初 嗯嗯嗯嗯嗯 而且在你簽沒簽之前 廈門的試點已經先開始了 就告訴你 我先走了!我先走一步 好!也許各位朋友會想 那廈門試點先走就先走 與我有什麼關係? 對啊!我覺得有什麼關係 對!那我想請問一下 你手上有沒有富邦股票啊? 這不算報名牌啊!企業分析 對!行情分析 對!行情分析 有沒有富邦股票?如果有的話 那我恭喜你了 那我恭喜你了!廈門試點先行 富邦先收回 為什麼?因為它在廈門經營已經很久了 嗯!它早就入股廈門銀行 廈門銀行現在 廈門銀行現在富邦銀行是大股東 它透過香港的 對!它透過香港的去買 它為什麼透過香港買 因為我們這裡不准我們的銀行直接買大陸銀行 先買香港然後再買香港買大陸 對!香港買大陸 所以它已經佈局很久了 所以海溪經濟區 這個是海溪經濟區的概念 MOU 廈門市政府決定先行 作為試點先行 那也就是說 富邦銀行可以在海溪經濟區 在福建省政府掌控的範圍之內 承辦人民幣業務 可以向海溪經濟區裡頭的所有的台商 進行放款業務 那你說它肥不肥啊? 我不知道它第四季的獲利報告會是多少 但是肯定會讓一大批的投資人笑掉了眼睛 就是這樣子 各位朋友你們在看的是什麼東西 跟我看的是什麼東西 也許我們的角度不一樣 對! 那這些東西在我看來 它每一個小 每一小步對於台北股市的發展都是一大步 TDR算什麼 但是人家要回台掛牌上市 TDR只是一步 回台掛牌上市籌碼多了 但是它所帶回來的資金也多了 因為不要忘了 人家是在中國那個市場上 中國那個市場上是發展有成的 賺錢回來給你 是賺錢的公司 甚至會吸引全球的資金來買台灣的TDR 對! 我最近還聽說 大概現在全世界的熱錢 目標集中在亞洲 而亞洲兩個市場 是他們認為的重中之重 短線的投資重點 一個是香港 第二個就是台北 是啊 他們比較沒辦法直接進入中國大陸去投資 對! 就來台灣就對了 所以他們為什麼要這樣做 如果康師傅 您假的85度C 在台北掛牌呢 那我直接買就好 對啊! 就我不用跑到大陸去買 全都進台灣 這也一樣的嘛 他們看的是 他們的角度看的是 你同一家法人嘛 對! 你在上海上市 你在香港上市 你在台北上市 我在哪裡買都一樣 都一樣 都一樣 你搞不好我買A股的成本 還比新台幣買來的高了 只是看有的地方可能會有溢價 或者是折價 對! 只是 那另外一回事 只是這種情況嘛 對! 那這意思是說 籌碼增加了 資本 資金面也增加了 台北股市不就壯大了嗎 台北股市一壯大 錢多的市場 是投資人在錢多的市場 容易賺 還是在錢少的市場 容易賺 通貨有向通貨集中的趨勢啊 錢越多的地方 它越容易吸收到錢啊 對! 各位朋友你們了解嗎 對不對 而這些 歸於回流潮的這些台商 他們在中國大陸的經營 都是經營有成的 很多像珠三角 過去前二十年 從 應該從1986年以後 到公元2000年 這十幾年的時間的台商 是把中國大陸當成什麼 當成了 加工地 所以它主要的地點是在哪裡 在珠江三角州 對! 因為他們有很多保稅倉庫 保稅區 保稅加工 加工區 你生產的東西 你接單生產外銷 接單生產外銷 接單生產外銷 現在我可以告訴各位 很多珠江三角州的台商 在這幾年 已經往長三角前 也許 你們會認為 同樣都是中國大陸 對! 你在珠三角 跟在長三角 有什麼不一樣 對! 差別很大了 差在哪裡 差在哪裡 因為差在珠三角本身 它沒有腹地 它就是外貌 就對外 對! 你只要到珠三就 對! 不管是歐美市場 還是東南亞市場 直接外外銷 不管你 它就是 你在我這裡 你只是生產而已 生產就直接外銷 然後就是外銷 所以他們很多 保稅工業區 東外 原來只有20萬人口 後來因為成立保稅工業區 人口暴增 這暴增全部都是外來人口 外來人口 整個東南市 大概除了東南市政府之外 大概都是保稅工業區 對! 都被劃成保稅工業區 為什麼? 因為這是他們的產業形態 嗯嗯嗯嗯 那為什麼到了長三角 我會跟你講說 不一樣呢? 對! 因為 長三角是 中國大陸主要內需市場的門戶 嗯嗯嗯 而且是 高級的內需市場 你在那裡做 你可能 不是向外 而是向內 對! 而是向內 也就是說 是進入中國大陸的內需市場 嗯嗯 是賺中國大陸人的錢 對! 而我們這些回台上市的 康師傅也好 85度C也好 這些做通路的做食品的 其實百分之百都是內需市場 對! 他們不是幹外銷的 嗯嗯嗯嗯 所以這個 你們看這樣的籌碼 這樣的上市公司 跟去看富士康 看洪海 看台塑 好!以及金融股是不一樣的概念 是不一樣的 富士康 他也是外銷啊 對! 他也是外銷啊 對不對 那金融股 金融股是金融股的一種 另外一種金融 超市啊! 而這些 他是以中國大陸的內需市場為主 各位朋友 我必須要提醒你們 美國的市場在急速的萎縮 嗯 全世界最大的市場現在會在哪裡 未來的兩年 就會出現 而這個地方 就是你我都很熟悉的中國 嗯 就在我們邊上 很快啊! 很快 很快 高盛 你記不記得金融股 金融股的評估報告 上面怎麼寫呢 2015年超過日本 嗯嗯嗯嗯 現在最近的所有的經濟報告 對! 2009年超過日本 對! 也就是2009年這個年度結算 進入2010年的GDP 中國大陸就是世界第二 嗯嗯嗯嗯 就是了 對不對! 整整提前五年 對! 也就是說這種經濟型 經濟形勢的快速轉變 誰要能掌握到 誰就能掌握到 發財的生命線 嗯嗯嗯嗯 這個是很必然的 對! 這個也不需要懷疑 而 這些台商 這些鎖定 鎖定什麼? 鎖定它內需市場的台商 間接的把這個利基帶給我們 不是所有的人都能去嗎 對! 那沒有關係吧 我在台北股市買你的富士康 買你的康師傅 對! 買你的85度C嘛 是不是! 買路還可以賣嗎 一看你在那銷路不錯 像連牆一天到晚在那打廣告 對啊! 他是他現在全中國大陸最大的通路商 內需市場一起來 你知道他的業務會增加幾倍嗎 在古城市中 這麼高的地方 是Force 是 全新增長的地方 剛才電話